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里的频道 那咱们今天视频的主要来聊一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那第一条呢就是关于比特币啊 这一个礼拜来啊 那因为今天是收了这个周线的 关于这个一个礼拜以来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 以及对后面分走势的一个预测啊 那么咱们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题目了 那本周的这个走势呢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当将决定着这个后面呢 是否是真的是走牛啊 或者是继续往下下探一个底线 那第二点呢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狗狗币啊 好久没有聊狗币了 那评论区很多朋友占毛了啊 说你这个频道靠狗币啊 起来的那现在不聊狗币了 天天聊比特币 那你对得起我们吗 那咱们今天呢就对得起大家一下啊 那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狗币 正好呢 跟伊隆马斯克这个事情呢也有关系啊 好那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呢 咱做一个免责声明呢 本期视频的纯属是个人观点 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 请千万不要轻易的把你的资金投进来 因为这个加密货币的风险呢 是非常非常之大 有可能的失掉所有的本金 那如果说你想快速的学习 并且想在里面赚钱的话 你可以考虑加入我的这个会员群啊 那等一下咱们还会在视频里面呢 来展示一下会员群的这个情况啊 战况啊 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视频啊 为什么我说本周的这个走势呢 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咱们把这个指标给隐藏掉 用不着这个指标了 那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日线图啊 那这是前面怎么画的一个举行啊 那应该是延续上周的这个视频了 那这个举行呢 是前面的一个 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啊 6万6 然后呢 这是前面这个高点啊 7万6万9啊 一个是7万出头啊 那7月29号的这个高点 以及9月27号的这两个高点 那做了一个举行的一个压力区位啊 这是一个压力位 那压力位呢 如果说能够站上去的话 那说明呢 这个短期的这个行情呢 还是看牛的啊 那为什么咱们说 呃 是这个本周的走势非常非常关键呢 那这又是讲到咱们前面的这两个指标了啊 那注意看下面的这个Storge RSI 就是随机的这个RSI的这个指标啊 那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那我们看到放大的这个指标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点点什么意思啊 有一点点要死差的这个意思了 那如果说本周的价格呢 横盘或者是往下下走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可能出现了这个死差了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出现死差的话 那对于后面的走势都是一个非常不好 不友好的一个信号啊 那咱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它高啊 这个是中间的位置进行死差了 然后是跌到了 下一个周呢 就是跌到了这个4万9 然后在高位死差 那是7万3往下下跌 呃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死差了 那这是 哎 其实也是在中间的死差 跟上一次的这个 呃 7月份的这个死差 哎 跟这个地方很像了啊 跟跟7月20 二十几号的 29号的这一次的 很像很像啊 很像 呃 所以说这个 本周的这个走势呢 如果说周K啊 收不了阳线的话 那么下一周 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 它就会出现一个低点了 那咱们再展示一下 这咱们这个会员群的一个操作啊 那会员群 我是在 看一下 这是10月4号 也就是两天之前 我在我们这里周五的时候 那微策略的 微策略的这个股票跑了 那在前面的这个信息呢 就是我们打算的短线 在六万一以下 抄底的资金呢 在六万三附近跑 那微策略也是同步操作 但是呢 我周五的时候 我看到微策略呢 涨不动了啊 这个微策略 我们就在176的时候就跑掉了 那176的跑掉了 然后呢 比特币 这是周五的时候说 继续等待六万三附近 那六万两千八 也可以跑掉 那后来呢 这是当天啊 晚上这个小级别走坏了 那我们是出了 至少要出了一半啊 那然后今天在六万三千八的时候 那全部走掉 那啊 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等待一个六万一千五 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了啊 那么 咱们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两周的这个图啊 两周的图啊 咱们把这个删掉不要了 那两周的图的话啊 那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地方很容易也会形成一个死查 那也是由这个这一周啊 本周的这个走势来决定啊 那如果说本周在收线收到了这个六万二以下的话 收一个两周K线的阴线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个行情呢 也会不是很好啊 那么咱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呃 本次这一次的是这个类比2019年的小牛市的一个行情啊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2019年小牛市 在2019年的这个6月24号的这一周呢 呃 是 咱们用这个啊 用两周图来看吧 呃 在这个地方呢 他创了一个新高 咱们把它量一下啊 那从这个地方 克州求见一下 一直到这个3月2 3月319 312的这个 历史的这个低点啊 那是他走了18根的K线252天 那咱们来类比一下啊 那是如果说从这一次的这个高点啊 那到现在为止啊 他走了15根K线啊 那也就是还差多少呢 还差3根K线啊 也就是6周 一个多月 那咱们把它放到18根K线 这个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11月18号 也就是说在大选之后 在大选之后啊 那大选之后呢 有可能啊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低点 那这跟呢 很多朋友的一个啊 很多这个KOL讲的大选之后出现狂暴大牛市的这个分析呢 预测呢 是截然相反的一种情况 那如果说你最近看我的这个YouTube的帖子的话 我在社区里面发了好多帖子的话 那最近呢 我也是发了很多有关交易 有关人性方面的一些思考 那么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交易啊 就是其实这个K线指标方面啊 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的指标 那有一些基本的K线的这种知识呢 就可以用到了 就可以用了啊 那然后呢 其实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就是人性 那如果说你跟大部分人相同的一个观点 那或者是你喜欢扎堆 喜欢跟大部分人相同啊 走相同的路的话 那么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百分之一百是亏钱的 那我喜欢的是特立独行 那越是扎人多的地方呢 我越不去 那越是大家要喊这个牛市啊 狂暴牛市大来了 那我觉得呢 我要逃顶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时候 就在我们就看这个15分钟线 那我们就在63800的这个点位呢 我们就跑了啊 基本上就跑到了一个最高点啊 那其实如果说你懂K线指标的话 那结合这个量价这个分析 有一个背离啊 那价格往上上涨 那15分钟线这个量呢 往下下降 这是一个背离 这是一个顶部啊 短时间内的一个顶部的信号 那这一次我们不知道 它到底能不能冲破64000 或者是继续去冲击这个66000的一个高点 我们不去管它 那么我们去等待的呢 就是后面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入场的机会 那既然聊到这里呢 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 科普一下这个资金的方面的一个内容啊 那咱们把它放到日线的这个资金方面来看啊 那我们看这个30天的30天啊 这是这是合约的 咱们不看合约啊 咱们看现货啊 那么目前来看啊 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资金入场30天内啊 累计啊 就是从现在往前数30天 那么是有1.25亿的资金净流入 那我们反观前面的这些时间呢 一直都是这个资金净流出的一种情况 非常非常的恐怖啊 但是呢 这一次呢 它是不是一种又多呢 那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看到目前来看啊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周 就是这一周 如果说资金继续持续流入 到下一周 咱们再来这个总结的时候 这个资金呢 变成了2.5亿或者是3亿的话 那么说明呢 有大资金进场了 那如果说下周 我们来再来复盘的时候 这个地方又变成复的了 红色的了 那说明这是一场完美的又多的一种行情啊 那这一次呢 就是我们短线资金已经跑了 但是长线资金还在里面啊 就是长线资金 为什么我们不跑 刚刚在跟会员聊的时候 我也讲到了 就是如果说我们跑来跑去的话 很容易被甩下车 但是呢 我们长线就是一多半的资金呢 在里面就不动它了 那就是什么时候啊 不见兔子不撒鹰 那什么时候10万以上了 我们再说啊 再说逃顶的事 那目前来看呢 就是长线资金在里面不动 短线资金呢 就是来回做一个波段啊 那目前来看收益还是不错的 那这是比特币加上美股啊 全纯现货 那目前的操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好 那咱们接到这儿 聊到这儿 咱们继续来聊 今天视频的第二步伐呢 在这个聊到狗狗币之前呢 咱们还是要把狗狗币的这个指标 也也拿出来看一下吧 那就是咱们说这个狗狗币今年啊 2024年说 能不能让我这个把糊涂剃掉 那我自己是看不到啊 看不到 那目前来看 现在是10月6号了 我们这里10月6号 那10月6号 如果说到年底的话 还很难 很难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涨幅 那我们来看这个指标的话 这狗币的走势呢 其实是比比特币要好的 我们看这个已经是超过了这个中轴啊 那我们咱们看这个两轴的话 也是这个金差啊 这个金差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非常的明显往上上走 那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狗币呢 那咱们昨天都看到这个新闻了啊 伊朗马斯克是参与了啊 当那川普的在这个 这个Pennsylvania州啊 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一个聚会 那一个这个宣讲啊 那么他在上面这个发表了五分钟的五分多钟的这个演讲 那么当那川普是承诺给他一个什么位置呢 给他一个 点开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他是说 给他一个 斗指啊 就是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给他这个一个职位 那简写呢 就是D-O-G-E 那这就意味着啊 这个狗币有将来会有很大的一个机会 因为他 他如果当了这个官的话 当了这个领导的话 那你想想啊 他听 他肯定会把他的这个推特的 这个简介呢 直接就改成D-O-G-E 这就是狗狗币啊 那将来如果说 大选之后啊 这个创造历史低点之后 咱们还会 还要继续回到这个 这个比特币这个地方 那咱们也刚刚讲了 在11月18号啊 大家还记得 11月18号这个位置 那大选之后 如果创了一个低点的话 一个新的低点的话啊 大家记住啊 那狗狗币啊 狗狗币之后啊 之后会跟着比特币 一起去创造一个新的历史 的一个高点 那你要问我 这个高点在什么位置 我们也要去参考一下 2019年的一个行情 2019年在这个地方啊 狗狗币根本就看不见啊 那是一根直线 但是呢 在这个创下这个历史低点之后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狗狗币 涨了100多倍的这个行情 那咱们这一次 能不能涨到100多倍呢 那主要还是要看老马的 这个后面的一个表现啊 那如果说这个川普啊 川普赢了的话 那么他的推特的账户 那全部的都是基于川普赢了的前提之下 那如果说他输了的话的话 那老马呢 还会有应该还会有别的途径 来继续推高狗狗币的一个价格 去继续喊单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那如果说这个本期视频啊 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别忘了点赞 咱们这个视频啊 订阅咱们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Peace